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要开工厅会 然后一条一条好好审 事业三号了 要硬干的时候 但是老天有眼发生大地震 我会就是老天要救台湾的民主了 然后下午就能够停下来 但是后来还是一样 老柯居然讲出这样子的话 老天有眼发生大地震 这到底是什么事情 然后柯建民说 就是让国民党要硬干的国会改革 想办法终于让他停下来了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观众朋友 这一次的地震 有带走我们的国人同胞 你对花莲人来说 这样子的话 我安全没有办法接受 对于那些失去家人的朋友们 他听下来情何以堪 尽管今天下午老柯已经道歉了 可是必须讲 他这么资深的政治人物犯这个错 让大家无法理解 可能有些人是无法原谅 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看PTT上面就一大堆人排山倒海的人来骂他了 你消费天灾水准真棒 这么没有人性的话也讲得出口 花莲人表示 我们现场也有花莲人 这种话撕裂台湾 泯灭人性 台湾只看颜色吗 我们看到他 这个柯建民下午的时候已经道歉了 他说真的是 我误判国民党是有良心的 我会好好的检讨国会改革等等等等点点 如果造成不舒服 我也认了 这种道歉 我就道歉 请不要抹黑攻击 做不当连结 我们在讨论这个都算是不当连结 都算是抹黑攻击 其实讲错就讲错了 柯总赵真的是 道歉也可以好好道歉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最近的很多的争议 其实都在是因为 国会改革的相关的法案在审议中 包括我们看到今天 国民党提散会 因为审的是民进党版的国会改革 所以他提散会 6比5又是人数优势 又很快的表决通过了 所以柯建民很不高兴 他在表决的时候不断地呛富坤奇说 找你的小弟来 找黄国昌来 找李赛喊的来 表决输了又开酸说 哎呀 你立院的悲哀 你们都饿吧 所以最近其实老柯的表现 已经超出我们过去的认知了 有可能过去因为 尤其是8年 是不是因为民进党顺风顺水 所以老柯其实不太需要讲太多话 或者是媒体也不需要 court太多老柯的话 那现在发现他 是不是一切都乱了套 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国事论坛到底要存 还是要废 昨天我们看到也变成了一项议题 这是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提出来说 干脆把国事论坛给废了啦 国民党不一 国民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阿宝 那今天老柯又再一次的说 他觉得现在直播很发达 不要浪费认会的时间 他认为国事论坛已经马戏团化了 过去30年 他也才出席过一次而已 不过也有网友提出不一样的看法 他说立法院早就是马戏团化了 怎么只有国事论坛呢 要废全部废掉算了 我们来看看立法院 过去大家的表现 这委员其实用词上还是尊重一点 比较好了 这委员其实用词上还是尊重一点比较好 这委员晚上5点40分就不见了 到晚上8点40分 用20秒的时间通过议案 那我走出来 到现在多是用产地的 这一期三脑不过半的立法院 到底有多混乱 或者是有多精彩 大家来看看这篇报道 是来自于风传媒的 他说韩国瑜一夫当官 赖清德官官难过 柯建民伤透脑筋 民进党开始怀念一个人 哪一个人呢 就是他就是一 王金平 因为过去大家知道 民进党是小党 可是还是在立法院 弄得风生水起 有一些法案还是过得了 为什么现在看起来 只差那么一点点席字 却搞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过 我们看到过去是因为 王金平在中间 做一个关键的角色 因为他那个时候坚决说 偶尔要让一下小党 党团协商的运作 也有不少回旋攻坚 所以那时候柯建民 跟他中间有很多协商 有一些运筹帷幄的空间 这个会期看起来好像就没有 新的国会看起来就不是这样了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NCC的争议 陈耀祥已经被在野党 蓝白一起提案的案子 立院也通过了 就是NCC三天之内 必须提供禁电式的资料 包括一些调阅的 一些任何的资料 我们看到陈耀祥原本在立法院 嘴巴还很硬 态度也很强 现在他说 我尊重司法院市字第929号 讲得很清楚 特定议案应该指 法律案预算案和国家其他重要事项 我会继续跟立法院沟通 该提供我会提供 听起来他也是没有打算要提供 大家看一下这个漏漏等的 这个法令的叙述 他看起来没有要提供 尽管立法院已经通过了NCC三天之内 必须提供禁电式的资料 我们就来看他会不会提供 那另外我们看到陈昭兹 过去北社的成员 独派色彩浓厚 现在加入了民众党 作为民众党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礼拜五的时候 民众党的立法委员不是联合提案吗 在程序委员会 封杀了沈柏阳的那一个 两岸的条例的包括你的民意代表 到中国大户去要报备 回来还要这个可能要报告 那这件事情呢 让陈昭兹变成独派的剑拔了吗 因为陈昭兹就有讲了 他说他为什么决定要把他封杀 在程序委员会 那是因为双标 民进党双标 所以我们看到呢 独派现在对他恨得牙痒痒的 也有网路上有人骂他是独派之曲 他的脸书也被批示中共同路人 沈柏阳甚至还对陈昭兹 动之以情说 你不要被黄国枪打架 你不要被黄国昌绑架 这个可是过去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也有网路上也有人说 沈柏阳 如果你是这么的抗窗保台 那你过去八年的时候 你应该也要在鼓吹执政党 赶快促进台独的进程 可是好像也没有做 来 请教伟翰 今天一提很多 先讲柯建民 因为这么严重的食言 确实让人家非常的意外 因为柯总召在立法院这么久了 他怎么会不知道 不管是地震或这些天灾人 或不可能拿来比喻 什么老天有眼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显然他当时为了要去行诉 或者是他内心对于傅昆奇委员 傅昆奇总召去中国到了这件事情 还有他的相关的这些 在立法院的国民党改革无法 他是不认同到一个 超越他判断尝试的基本能力 所以他下午道歉了 当然签子也有讲 他道歉有讲 如果大家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不管大家是不舒服 应该道歉 而且我觉得 再次道歉都不意外 因为这个事情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日本曾经有这个例子 那个相关的官员立刻就下台了 这个是名义代表了 基本上他要是总召 我觉得柯建民的这个总召 他会犯这么大的错误 因为刚刚那个原因 我觉得今天早上 我看到有人传给我的时候 我一下子 我就是说这是 这怎么可能 老天有眼发生大地震 所以挡下傅昆奇 这完全是不合逻辑的事情 因为今天有更大的新闻 让傅昆奇这法案或怎么样 你也不可能拿一个地震这样 而且是有死伤的 没有死伤也不行 所以他应该道歉 我觉得柯总召这个 算是很严重的失言 再来就是说在立法院 因为其实2000年到2008年的时候 国庆的席次远远大于民进党 民进党大部分的法案 真的严肃的 比如像军购什么 他是都购不了的 所以其实党的党也就习惯了 民进党现在目前是 还没有很习惯 就是什么法案 蓝白加起来都挡住 我想很快就会习惯 因为状况就是这样 到时候我直接挑到后面这个 民众党现在开始 看起来好像有意要让委员 自己自行投票 因为最近的两个表决 都有两票没有来投 像是上次的那个 就是林国成跟曼玉珍 根本就没有来 林国成去哪里 他说去屏東 所以如果要求 假东一定要到的话 应该不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民进党 民众党已经不是八票 都全部都投了 那陈昭之委员 他是自己贴文 讲他不认同的理由 把他退回委员会 沈普总一定还会再提 所以这事情就会变成是 民进党一直提 然后一直被蓝白给封杀 那到时候选举到了以后 一定又做表吗 封杀了几次 那这事情我觉得可以讨论 因为观众朋友 很简单 目前我们的民意代表 去中国到处是没有纳管的 所以不管是议员 或是立法院都没有 但是会不会去 是会去 可是相较于民意代表的官员 比如说县市长 总统也一样 马英九还被管制了五年 跟谁报备 跟总统府 那其他的这些公务员 跟县市长跟谁呢 就是所谓的联审会 法务部陆委会 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 国安局这三个单位 一起来审以后 然后看你能不能去 去了以后回来 就有个报备制就对了 我觉得因为立法院 他是立法委员 他是监督陆委会跟法务部的 你让陆委法务部去 反过来去同意 委员的门去 确实也很怪 可是如果把那个审查的机制 跟单位回到立法院 有一个附录的审查委员会上 我是同意的 因为我觉得今天 除了立法委员民意代表 跟市议员之外 所有的公职人员 去大陆都要报备审查 为什么只有民意代表不用 至于这个 以前都没有提出 那个陈昭之委员的意思是说 你民进党自己去的时候 怎么没有提出 那个当然是陈伯阳委员 他的提案 他认为说有看到机密 而且身份特殊人要去到立法 他不是不让你去 他是希望你能够报备 我刚刚已经举例了 县市长都要 最近也有很多县市长 去大陆都有报备 最后就是这个NCC 因为这个话题是这样 NCC到底是不是 合议制还是主委制 如果今天NCC是合议制的话 那他不愿意把这个 禁电室的审查的资料 提供给立法院 立法院要他提供 他不愿意的理由 黄国昌在念跟我讲说 陈耀祥是告诉他说 我决定 因为我是主委 我决定这个资料 因为在调查中 所以不可以给你 那你决定 那另外六个人呢 如果你今天是合议制的话 你应该是NCC 是六个人 七个人开会以后 得到过半数 同意不给才不给 所以要资料的时候 就主委制 然后讨论议案的时候 怎么样 又变成是这个合议制 他认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就NCC他到底是主委制 还是合议制 来 姚明 我想柯总知道 这个会期太辛苦了 每次都要在前线 第一线来作战 以前很少看到他在委员会 这么气急败坏 讲出这样子口不择言的内容 当然我觉得 用同样的标准就好了 2018年8月 当时国民党主席的 吴敦毅他的夫人蔡令仪 她说南部的水患 是老天有眼 讲了一模一样的话 可是他当时有一段脉络 他说因为这个淹水 你们民进党标榜说 你们治水工程做得多好 结果继续淹水 他说老天打脸民进党 是老天有眼 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当时的民进党 怎么批评蔡令仪 可是蔡令仪不是官员 蔡令仪当时她的身份叫什么 是国民党主席的老婆的配偶 她其实就是一届平民 当然这个东西就进入到政治工坊 可是以柯总招在政坛30多年 这样的历练 会讲出这样的话 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 柯总招最近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他恨国民党 恨到要用老天有眼 这四个字来羞辱花蓮 总共有18位的民众我们罹难 包括上千名的民众受伤 还有好几栋的房子倒塌 还有很多的民众没有办法回家 到现在都还在可能在收容所 可能在租房子等等 这个我不仅想到前两天 赖清德准总统才在 他们的内阁共事营 当天柯总招就在台下 他说什么赖清德说 牧羊人要有羊群的味道 我现在只看到是屠宰者 有羊血腥的味道 把人民好像就是活该 老天有这句话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失言 但是你说柯总招的道歉 有诚意吗 请注意看他那个 对 这个画面 你看他说 我误判国民党是有良心的 到底有良心的是谁 他道歉还要骂国民党没良心 现在到底没良心的是谁 讲老天有眼的是谁 我是觉得道歉就道歉 什么叫做若造成不舒服我也认了 他心不甘情不愿的道歉 这个道歉很廉价 但是总是要道歉的 但是他是很廉价的 我觉得柯总招不要一次 毁坏你一世的英明 就为了一次的 一时口舌之快 最近整个司法文会的问证数值 变得很低 什么中高的 什么讲人家 什么是谁的亲家 我觉得那些言语都是不堪入耳的 这一次柯总招道歉了 不要再有下次好吗 再来我们谈现在的国会的整个 我觉得那个叫做整个国会的氛围 就是对立的 这个对立 其实赖清德准总统 他说要 如果你今天能够有众人之力 就天下就无敌矣 所以一样 如果你今天在所谓的 你提出的主张 你提出的这些法案 都是民意支持的 你觉得在野党敢反对吗 你觉得在野党敢反对 我们就举这个国事论坛好了 国事论坛要废 民进党八年多数的时候 为什么不废 我就问这个简单的问题就好了 当初 马政府实在 那时候民进党立委就说 国事论坛要废了 为什么你多数的时候 你反而不废 那时候立法院长都是你们拿 怎么那时候不废 为什么现在突然又要拿出来 而且民进党好像本来就很少去 其实都没去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国事论坛费不费 关老百姓什么事 一般老百姓根本不在乎 你先去问说国事论坛费 那是什么 很多人还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说今天重点在于 整个国会的问证品质要提升 而柯总召今天有最坏的示范 对 这个什么国事论坛费不费 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拿出来讨论干嘛 来 请教辉文兄 这个现在立法院最资深的立委 是柯建民 那杨明兄讲到一肆一鸣 应该是调侃 因为我对柯建民在立法院的表现 没什么印象 就是刚前子比较奇妙淡血带过的 王金平跟他一搭一唱 那国民党为什么的立法院长 就是韩国瑜也是国民党的 王金平也是国民党的 为什么王金平在当院长的时候 柯建民可以这么嚣张 为什么 那柯建民官说司法是谁帮他去瞧的 是王金平帮他瞧的 王金平甚至因为这样子跟马英九翻脸 这不都是历史的事实吗 柯建民的儿子涉及大麻的案子 警方还网开一面 柯建民的儿子说我手机掉了 他就不查了 所以以后大家被检警查案的时候 就说我手机掉了 就不能再查了 不然除非你爸爸是柯建民 不然这一招是没用的 这个刚刚伟岸兄提到NCC的部分 我没想到我要来帮陈耀祥解释 就说NCC的裁定 他一定是合议制 因为他是七个委员 他一直合议制 但是行政事务 就是立法院来含来调券 陈耀祥已经先问过其他的委员了 这个事情是我决定 还是我们委员会来决定 其他的委员是让他决定 他就自己告诉 就回函给立法院了 所以我不晓得这个调NCC的 调禁电室的案子 为什么会这么的困难 提到这个花联网 他是在地震之前 他在司法院委员会咆哮 就说一定要完成 因为不晓得会有地震 所以他在地震的前两天 就四月一号 傅昆奇跟柯建民就在 就在司法院就吵起来了 一定要成功 没有人知道说礼拜三会有地震 四月三会有地震 所以这个我是这样想 就是说这个禁副二读跟散会动一 玩这种议事程序 然后不愿意做实质審查 也不愿意逐条讨论 这个都是民进党 这之前八年干的事情 就是我就直接 我就根本就不要理你 反正我人比较多 现在换国民党在干这种事情 我就会觉得比较奇怪 就为什么民进党 以前八年做的事情 然后国民党现在再做一次 所以前置今天早上就散会 东西就散会 我不晓得炒这是什么 我最后谈一下 这个柯文哲的这个解禁 也满好玩的 他说解禁这个团进团出 然后这个蓝白都可以 这个蓝绿都可以去拉白的 因为他没有规定要团进团出 那就有很多可以想像的空间 可是观众朋友你看 当初是讲什么 黄国昌的爆料是说政党比例 蔡总统瞧政党比例 柯文哲说被我挡掉 你看柯文哲讲的一个 多么外行的话 说这人我们选总统 柯文哲的意思说 教代金得提名 大家还记得吗 柯文哲讲这么外行的话 这个坦白讲我也是匪夷所思 NCC组织法的规定 要在任期届满前的 三个月前要提名 这一届他们四个的任期 是到七月任满 所以他四月一定得提名 这是NCC组织法的规定 不是蔡总统爱提名 这一次NCC的提名 已经是历届提名时间 最晚的一次了 柯文哲你认真吗不知道 我请问大家 是柯文哲说谎还是黄国昌说谎 黄国昌说有人来跟他瞧 谁跟你瞧 谁跟你谈政党比例的 没有 不然你把证据拿出来 当柯文哲跟黄国昌 兜不起来的时候 还有人在帮柯文哲黄国昌讲话 这个才厉害 好我们接下广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